畫面中可以看到 雪融湍急溪水暴漲奔騰 救援隊們伸穿裝備搭射審索 現場所有人緊抓審索渡溪過程 險效還生 還好全員都平安脫困 獲得民眾也頻頻表達感謝 這是為何受困山區 原來有一行三人登山隊 九月二十六號從向陽山入山 預計九月三十號要從花蓮瓦拉米步道出山 但就在離登山口三點一公里處 剛好受到颱風山陀而影響 溪水暴漲 讓他們只能退回四點五公里處 紮營避險 身上還只剩一天的糧食 索性這期登山意外最後平安落幕 今宵也呼籲民眾颱風來臨前夕 避免山區活動維護自身安全